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民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有些外國媒體說 我們中國另類地出招 想向外國的洋人去洗腦 要他們學習我們中國的那一套 就不理他們的資本主義那一套 而事實上是否 要洋人的銀行家學習近平思想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待會跟大家去看看 他就說一定要強制感受一下中國式的政治 這又是否事實 未必 我會幫忙踢爆這些 所謂外媒所寫的方法 亦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有人亦說 在中國裏面不能夠 掛著金融賺錢 是重於一切 這件事我認為是 合理的 人命 國家的大趨勢 才是 我們中國的一切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 一段影片 這件事 是由彭博那裏寫出來的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 港獨 台獨的媒體 亦有說過這件事 我會抽一些重點 來跟大家說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是廢話來的 那些我就不需要跟大家說了 彭博就說 那個標題就叫做 銀行家被迫學習習近平思想 外資貝萊德參加 堅持黨領導的講座 白博日前的報道他就說 在中國工作的銀行家 現在要被迫學習習近平思想 他的指引各方面的東西 周年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貝萊德 叫做Black Rock 就是著名的 基金公司 富蘭克林 鄧普棟 亦都不能夠避免 他們都是要 去學習習近平的思想 和我們主席的思想 要派代表 和他們的基金公司 叫做一共三千的人 一起參加 堅持黨在行業中央領導地位的講座 那是甚麼意思呢 首先不是要他們全部公司的人參加 是叫他們 其實亦都鼓勵他們派代表參加 OK 在這個報道裏面 亦都沒有說要強制參加 是叫他們參加 好合理 我們現在搞一個 關於金融等等 各方面的東西 我們中國的 全部金融投資機構 銀行機構 全部都參加的時候 如果外國媒體不知道不了解 不理解 不參加的話 又會 怎樣寫 彭博 中共 去搞這個 叫做未來投資方向計劃 將 外國 投資機構 全部都 叫做 叫做 廣出圈外 一樣是死的 你說甚麼都好 都是死的 所以 無論如何都要邀請他們參加 當然 他們自己 是有人派人來參加的 都預料他們派人去參加之後 會說些壞事 不過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參加一下 聽一下 可能 他們會喜歡我們的中國共產黨 都不奇怪 聽一次不喜歡 聽兩次 聽兩次不行 聽三次 聽二百次 好嗎 聽二千次 但是他們會不會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們可能去聽 是為了要做一些新聞 報道裏面就說引述一些知情人士說 忍甚麼術知甚麼情人士 你問我好過啦 他說 有些銀行的高管和企業的領袖 要將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用於學習習近平思想 參加各種活動和課程 或者每個月要閱讀一些書本 包括習近平的書本的 四本的 你不要當我們習近平主席 是真是全職寫書才行 每個月閱讀四本 不出半年 不出年 習近平主席的書 沒有了 他寫的書 不是別人寫的書 誰有這麼多書讀 大哥 不要玩啦 OK 不過 我告訴大家 有些企業的銀行家 他們是要將三分之一時間 去拿來 學習 去參加活動和課程是合理的 為甚麼 要升職 那你就要 將自己 一些時間拿出來去做學習 是不是 很合理的 外國人 一樣的 你要升職 你要讀Master 你要補回Degree 你要讀Doctor 那麼 你不一樣是要 參加不同的課程 還有很多團建的活動 其實 外國都有的 對不對 一樣要參加 一樣跟外國 沒有分別的 這個報導是以 隨著 黨家強控制銀行家被迫學習習思想 為一個的標題 這個標題 是錯的 我稍後告訴大家 為甚麼是錯 內文引述之前的事 中國有一間 要做頂級的國有投資銀行 近於 大搞和加強學習習近平思想的 有這些 議題 或者叫做論壇的分享 因為當局不滿投資銀行的員工 對於習近平思想的學習成果 這件事是錯的 這件事是錯的 為甚麼呢 他怎麼知道 其實 怎樣叫做學習成果 對不對 錯的 你怎樣衡量學習成果 是不是 彭博就說 以交通銀行為例 去年年底所有部門 每月舉行了一次學習會議 每個參加者都會被要求分享對習思想的見解 以及怎樣去影響金融行業 外資亦不能避免其中 今年6月份的時候 貝萊克 富蘭克 鄧普頓的代表 和70多個基金公司一起參加這些講座 主題是 堅持 黨在行業中的領導地位 堅持黨在行業中的領導地位 和習近平思想 好像 有點偏離軌道 是不是 接著就說了 交通銀行 貝萊德 和富蘭克林 鄧普頓 對這件事 是拒絕評論的 沒有好評 喂 去聽講座而已 去聽聽我們共產黨 我們 寫了明堅持黨 共產黨 對於這個行業在國內的發展 想是怎樣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政策 恰巧 領導我們中國的 就叫做共產黨 所以 這個黨對於這個行業 的方向 是有一定的軌道 美國 亦都有 美國共和黨 上場會有 美國民主黨上場 亦都有 不同黨派上場 亦都有 不過他們的政策 是不consistency 即是不一致性 但是我們中國就不同了 共產黨 的路線 是一致的 當中可能有些調整 那就告訴他們有甚麼調整 便宜 簡單而已 對不對 跟著說完這個東西之後 國有的企業 研讀習近平思想的情況 比較普遍 北京有一間能源公司 一些員工透露 現在有很多叫做培訓 亦都佔用了工作時間 沒事的 你出糧的 是吧 主題就是圍繞著習近平主席 最新的一些講話的 內容等等的東西 這個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的說法 一些銀行的高層和企業的領袖要將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用於學習 包括習近平思想 參加各類型的活動和科程 或者 要每個月 看習近平主席的四本書 沒可能 哪有人一個星期可以看得到習近平的一本書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沒可能 看不到 假裝看就行 沒可能 你說出來也沒可能 對吧 OK 他們說 他們還要提交一些關於所學習到的內容的論文 這個是寫學習報告而已 但是 這件事可能是真的 哈文傑 你認同那些外媒的抹黑說法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 在不同的叫做銀行 不同的叫做基金 我們國家的金融投資機構 甚至乎一些公司 是會設立黨支部 共產黨的 黨支部 黨支部 是負責 捉緊 我們國家 和他們的企業 的方向 是要一致的 所以 他們這些黨支部要研究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的思維 國家的政策 然後跟企業 告訴企業 我們未來的方向 要怎樣去走 這件事 是正確 是正常的 要寫回學習的 內容的思想的建構等等 裏面有些什麼叫做 學得到等等 是很合理的教功課 你讀書的時候都會教功課 很合理 所以 他們沒有寫到一件事 要學習習近平思想的人是什麼人 是共產黨員 國有的一些銀行 投資機構 甚至乎一些較大而設立了黨支部的 銀行 基金 投資機構 他們的中共 成員 中國共產黨黨員 一定會 有一些時間去學習我們的習近平思想 學習我們中國共產黨 對於這個行業裏面 所想的東西 一定會學習 為什麼 不想這些企業 和國家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即是怎樣呢 不想這些企業倒閉 我們國家只想這些企業越做越強大 越做越好 為什麼 這樣的話就可以 創出更加多的就業職位 多些人有工作 可以 交多些稅 可以賺多些錢 在中國裏面 是不是 你想一想你會知道 當然很多人不知道 在國內的一些企業 會設立 我們的共產黨黨支部 而我告訴你 是有這樣的東西 行不行 接著就說 很多的企業更加會請外部的專家和學者 會為員工進行一些講座 期望積極參與和學習一些會議 找一些活動有助展示忠誠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你團建也是 加強大家的團體合作精神 對公司的歸屬感 這些東西 愛國搞先的 愛國搞先的 當然 好東西的我們就學習一下 對不對 接著就說 更加好在共產黨擁有最終的華遠權的環境之中去經營 其實就是不想你走錯路而已 國家是發展這些的 數字是民幣的 你知道你堅持要收 貨幣的 就被淘汰 那就壞了 與此同時 銀行家的薪稅亦大幅下降 很多福利都被取消 例如商務旅行 這些都是為了 他說為了這個符合 習思想的一種 重要的原則 共同富裕 美國 總統拜登說 中國 不行了 沒有錢了 很多企業 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些 商務旅行 那些 喂 咳咳咳咳 可合理 大家有沒有看過 在我們放暑假的時候 在不同地方的景點 那些人多度 嚇死人 喂 其實 你們的美國 總統拜登說我們中國的賺不到錢 咳咳咳咳 福利 有什麼出奇呢 你們不用說到好像 喂 突然之間 好可怕 喂 你的大型企業 什麼 Facelope Microsoft 不知道什麼微軟來微硬 然後呢 Microsoft 微軟 隨便 跟著那些什麼 不知道什麼銀行 國際投資銀行 喂 慢慢聲的人炒 少到千千聲的人炒 我們都是 說著 喂 不行了 賺少錢 分少一些紅 降薪了 好合理呀 取消福利咯 不必要的 不要搞咯 商務旅行 喂 賺錢先啦 喂 好合理的咯 你們自己 美國都是這樣 為甚麼 好像這些事在中國發生就變成 不正常 是嗎 香港的大學的 金融教授 陳志武 陳志武 就說了 華爾街的人總是認為 每個國家都應該把金融業高於一切 擺到高於一切 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過去那十年共產黨一直都強調 政治應該是每個人 要關注的事件 而不是經濟利益或者利潤 經濟利益利潤重要 但是國家安全更加重要 是不是 不要走偏我們國家的發展核心動力 是更加之重要 很合理 當然我們現在首要的就是發展這個東西叫做經濟 但是 同樣做重要的 發展經濟不一定是華爾街的金融的 是不是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經濟 我們是多元化的 不同 美國 有美國的史丹福大學的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的許成剛做 習慣擔心資本主義在中國那裏確張可能會對他的政治 的叫做政權 構成一些威脅 所以就要搞這些東西了 要確保是 沒有人威脅到政權和共產黨的領導底下才是 認為經濟增長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說要觸好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很重要的 其實很明顯 他不是很理會我們現在國家領導人所說的話 還有其實他們所謂研究我們中國 但是其實 好像不是很研究到我們中國 都幾 差 差了一點 你連 共產黨在不同的 一些國有企業有資報你都不知道 你就拿來做新聞 不太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你們聽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件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